由印度医生在20年前创立的欢笑瑜伽 已经在世界各地获得追随者 倡导者说他具有多种健康益处 在马尼拉 菲律宾的患者用他来提升他们的情绪和能量 减轻压力 菲律宾欢笑瑜伽的创始人保罗·特利尼达说 它改变了他们的心态 它使人一改自怨自艺的习惯 获得力量从而变得非常积极 这些患者中有些人在对抗癌症 他们说一开始可能会很尴尬 一旦你强迫自己笑 全世界都跟着你笑 能治病的不仅仅是化疗和药物 而且没有什么值得窃笑的